这个发卡的款式 我们戳次的时候 像这种一个发卡上面有两种颜色 然后色块的区域也比较大的 我们就可以先戳出一个颜色 然后再戳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还有这个 可以先将黄色给戳上 然后最后来戳白色 像这种嘴巴 鼻子眼睛比较小的地方 我们戳的时候就全部覆盖住先 最后来戳上这些个小一点的区域 那这些都是白色全部戳完之后 最后来戳上它的鼻子和眼睛 然后这 这个就可以先将它里面的黄色戳出来 然后最后戳外面的一圈 这个褐色的毛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个戳的时候 可以先将这个深色给戳出来 戳好之后 然后再戳一粒黄色 这边黄色全部戳完 就眼睛和嘴巴的地方 我们就是看着图纸上面的图案 然后找到那个位置 给戳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该如何戳上这些个颜色 以这个柴犬和猫咪的款式来做示范 先戳柴犬 它嘴这边白色的毛 将毛给撕乱 加羊毛的时候 一下不要加那么多 不要戳得很厚 先这样薄薄的戳上一层 我们戳的时候 先将它这些个眼睛 别的嘴巴都给覆盖住 然后按照这个形状 把羊毛给戳上 然后手按一下 哪里羊毛比较少的地方 我们加点羊毛 我们加点羊毛 将羊毛和这个线条 戳到齐平 将羊毛和这个线条戳到齐平 店员这边毛比较少的就加一点 我们下期见 阿滑 OK 白色部分做好以后 我们来戳它头上的黄色的部分 同样还是先将羊毛撕碎 OK 黄色部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黄色羊毛的厚度戳到和这个白色的厚度一样 加羊毛的时候 每次少加一点可以分多次添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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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它这两个大色块抽好以后 我们来戳上它的鼻子和眼睛 先戳上它最中间的鼻子部分 可以对照着图纸上面鼻子的位置来戳 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戳上它的鼻子和眼睛 然后戳出它嘴巴的位置 先戳上它的舌头 在鼻子的下面 然后戳上它的舌头 然后戳上嘴巴的线条 这个线条给戳得细一点 然后先戳上中间的位置 然后先戳上中间的位置 也是对照着说明书上面的图案 找到两代的大概位置 找到两代的大概位置 这在这里 拆下的东西 是有点大色的 对照的 这个线条 在那里面 然后再到处理 里面 这边 还有哪里面 眼淡抽好以后 抽出眉毛 眉毛的位置 就在眼睛 这边里面一点 这样一来一个就全部抽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一起的三个发卡 全部抽完以后再拆剪下来 接下来看这个猫咪 这个猫咪的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其他的色块都比较小 等一下我们戳的时候 就先全部给戳上 就像这些个色块比较小的 我们戳的时候就先将一个颜色 全部给覆盖住 这样用一个颜色 先把这个框里面 圆框里面全部填满 然后耳朵是同色的 也可以同时填上 像这个熊猫的话 它就是这个颜色的耳朵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把白色 全部给戳完之后 再戳这个深卡色 然后像这个是同色的 我们就可以一起把它给戳出来 刚开始戳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羊毛铺的那么厚 这样先薄薄的铺上 戳的时候我们也不用一下戳得很深 这样的话戳得很深的话 会导致羊毛全部都到后面来 给我戳得很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然后手按一下 哪里羊毛比较薄的地方就添加一点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这第一个颜色充完以后 然后我们来戳它另一个颜色 比较深一点的黄色 可以对照着说明书上面的图片来做 找到它们的位置 分属什么 嘞 说明书上了 说明书上了 三十五十五十五的光 混合一样 几乎 鱼 然后点在两边的黄色 点在两边的黄色 点在这图片 找到他鼻子嘴巴的位置 鼻子在中间偏上 偏上一点的位置 然后在中间 然后眼睛 在鼻子下面一点 然后边上出两缕粉色 然后戳上嘴巴的线条 线条把它给拉细 好 好 然后这些款式 接壶都是这两种方法 一种是这样先把一个颜色搓上去之后 然后再搓另一个颜色 看这边把这个黄色搓上再搓白色 然后要么就是像这样子的 把整个颜色全部搓上之后 再把它里面的这个图案 看着那个图纸上面的图片 把它给搓一下 密封的这款呢 它有两个触角 然后触角的做法也很简单 取一点这个褐色的羊毛 把它给拉长拉细 然后这样搓起来 搓紧以后对折 OK这样 一个触角就先做好了 然后再搓出另一个 两个触角做好了 然后搓出它上面的一点小求救 然后把这条前面这一节给和小求救搓到一起 然后这个触角做好以后 直接戳到它头上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不需要那么长的话 可以把下面的一节给剪去 然后直接戳进去 其他款式呢 表面的毛戳的都是平的 然后小羊的这款呢 它的毛戳的是有点那种卷的效果的 然后它是这样戳的 先将两部的粉色戳好以后 再戳它周围的白色 这个粉色的部分和这些地方是一样的 把它给戳平就行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这个白色的羊毛怎么戳 然后这个卷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把羊毛给堆起来 这样对 然后这样一只 戳一圈 戳完之后 它表面的毛是比较蓬松的 我们就再把它给戳一下 虽然把它给戳得稍微紧一些 不会掉下来 把对起来的毛给戳紧 OK 我就给大家示范到这里 这样戳戳出来的效果 就可以是这样的 这个小羊的耳朵 是没有这个底部的 我们直接取一点羊毛 然后折起来 戳出它耳朵的形状 戳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同样方法戳出另外一个 戳好以后 把它给戳到小羊的头上 耳朵的位置这里就可以了 把几个图案都戳好以后 然后我们把图案给剪下来 剪的时候小心一点 沿着这个戳的边缘来剪 下面这两张也是同样 沿着线条的边缘给剪下来 然后拿出发墙 这样把它给放到正中间的位置 然后再反面用剪刀 在这个地方 对面这里 剪一个孔 然后 放好卡到正中间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也可以 把它给偷朝这边 这样做出来的卡子是 两个方向的 然后在对面 在这个发卡 根部的地方 剪一个孔 OK 这样就是 对称的两个方向 然后拿出我们的胶水 这个胶水我们刚拿到的时候 要把这个给拧开 它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盖 把这个盖给拿掉之后 再把这个给拧上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将胶水均匀地涂到这个卡子的背面 然后耳朵上也涂到一点 然后 然后 放上戳好的成品 这个胶水弄到手上也没有关系 后面洗一下就掉了 放稳之后 然后 这样捏一下 因为这个胶水干的比较慢 我们要多捏一会儿 每个方向都捏一下 这样捏大概 一分钟 酱水涂得太多 可以把它给擦掉 OK 然后另一个也同样的 OK 站了以后 我们把边缘的地方 稍微地戳一下 然后再修剪一下边缘 还有肤毛 OK OK 放下就做好了 稍微地戳